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电力概念股今天热度不平均 很多个股在今天早上一并的涨上来 但是有一些些在尾盘的时候杀下来 这些开高走低 中兴电华城市电都是第一波涨的 今天开高走低意味着什么 但是整个族群并没有降温 因为资金跑到了大雅硕天 续准这是千元概念股 但是今天有一些比如说像东元 三观的概念股在今天 50块左右的铜板股接到了这个买单了 所以到底接下来电力概念股怎么轮 铜板股有机会再攻一波吗 建峰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看整个族群 到底在今天强弱分歧意味着什么呢 好 其实基本上强弱分歧很简单 指标股一定是先涨 那他在短线上急涨的情况下 他有乖离了 筹码凌乱了 那势必会有一些筹码上的调整跟清晰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股开高者 大家可以发现这就是一开始涨这些嘛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会整理 但是他族群性会扩散 他只要是一个产业趋势往上走的族群 来讲话其实他会扩散到 其他相关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可以发现像一些不断电系统 或者说有一些低价的电线电缆 其实开始有一些表现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的话 这时候其实可以用比较大格局下去看 那当然首先我会建议大家还是了解什么 到底他们在长什么 台电强韧电网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天 每天都在听这个 到底什么叫做台电强韧电网的计划 台电强韧电网我先告诉大家 他是十年 然后要花5645亿 来做一个强韧电网的计划 因为我们一开始来讲话 发电 一开始我们就是发电系统 这是一般的传统发电 不管他是核能啊 不管他是火力发电 这是一个发电 然后再来呢他会加入一个再生能源 现在再生能源风力跟太阳的 会加入到这个发电的行列 那发电网干嘛 他要运送 对 对不对 那以前我们来讲话 因为台湾地比较小 对我们台电来讲话 他都用一个集中化的发电 例如说 我们北中南的发电系统 可能只有三个大型的发电所 那万一啦 万一一个系统挂掉 是不是会影响到很多一个区域 所以他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来讲话 他一个工程要做分散工程 他就要把这些大型的变电所开始去扩散 扩散掉 例如说这是主要发电 但是呢 他开始扩散其他的再生能源发电来支援这供电 然后他也避免跨区供电 以前我们的店可能台北店是桃园在提供 就是有一个跨区供电的情况 那之后呢 他就要增加很多变电所 减少这种跨区供电 那增加变电所要什么 就要除能设备 然后他分散工程 他要重新做这些变电所要什么 要电线电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让电线电缆 还有一个除能设备的话 开始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要加入这发电 他才有办法做到一个分散的一个状况 所以电线电缆 为什么大雅今天讲成这样子 然后除能 也是在整个所谓的强热电网计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番 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分散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呢 他在这边还会再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慢慢配售到很多的地方 那配送来讲的话 当然他现在要怎样 他要强顾一个电网稳定 就是说 他例如万一发生事情 万一发生事情 他要缩短恢复的时间 就是可以很快的反应 那第一个他把它分散之后 其实他要恢复就比较快 以前很大规模嘛 那现在变成很小规模 他就比较容易恢复 那他在这要做到这稳定电网的话 他当然就要稳定的供电嘛 那稳定供电又要什么 又要除能 又要除能设备 他要增加再更多的一个除能设备到每个区域 那他这样子就能做到一些稳定供电的情况 便避免大型事故的发生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的话 其实分散工程要的就是电线电缆跟除能 然后再来呢 他要强顾这个电网的话 他又要除能 所以说 这就让整个电线电缆 或者说一些除能 然后甚至说停电的概念出来的 不断电系统 都能够语路均沾 那整个族群就变成说 有个产业趋势持续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才会让整个资金持续的聚焦 那再来来讲 我们当然台湾有一个再生能源政策 因为它要达到一个零排碳的目标 那达到零排碳目标 我们目前其实水力火力这些都有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未来 是要增加太阳冷跟风力的发电的部分 这是未来要增加的 这是未来要增加的部分 那这是2030年中期目标要到30G 那其实2025年要达到20G 其实我们才完成了7点多 大概今年大概是8点多 所以说其实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那有一大段路要走代表什么 代表后面的成长率 成长性会更强 所以说太阳能跟风力发电来讲话 他们在接下来这两三年 是一个呈现一个高度成长的一个情况 说实在话 台湾的发电模组的部分 例如说元金 零和再次安吉 他们光接政府的电单就接不完 产能就是蛮载 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美国单 因为他们光接政府因为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所以说现阶段来讲话 未来这两三年 太阳能跟风力发电其实是发展很大一年 那吃我们自己的比就够了 吃我们自己就够了 因为太阳能发电是变成有发电模组的部分 然后风力发电的其实电线电纜 跟一些零岸的工程都能相对的一个受惠 所以说变成说你看这个重机重电电线电纜 这个风力发电也要用到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 他就是变成有了扩散的效应 那很多的一个题材加在一起的话 那加上其实这是一个政府政策的目标 政府就在报名牌 他就一定要做了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 我认为这个族群 其实不只说说去年讲到现在 我觉得在未来这一两年 还会持续的发酵 好所以电力概念果 我们先从第一个台电的强任计划 可能会带动哪一些的商机 第二个是接下来这三十年台湾的 再生能源电力的规划目标 七成都要加强太阳能更锋利发电 也就把接下来整个的政策 现在范围更广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讲到 再生能源来说 其实他发电是比较不稳定 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其实台电各装置的发电量 其实一般以前来讲很稳定 但是如果说是太阳的发电 太阳的发电其实是这里 你看哦 在夏天 其实他的发电量会稍微多一点点 有没有会比冬天 你看就比较少对不对 太阳的发电 因为太阳 冬天来讲阳光比较少嘛 所以他发电就会比较少 但是夏天他就有增加发电 那风力方电刚好相反 风力方电在冬天 发电量比较多 比一般夏天的这个发电量还要多 那这些多余的电 你是不是就要把它储存起来 对不对 你就要储存起来 或者说他发电量比较少 你才可以互补嘛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未来是用再生能源发电为主轴的时候 你就要去保障他稳定供电 那保障他稳定供电最重要是什么 当然就是储能 你要把这些多余的电储存起来 然后呢 缺的时候把它释放出来去供电 这就是所以说储能来讲话 也是一个跟着这个整个储能电网的一个发电量 应该说台电这个强热电网的一个政策来讲话 也是一个非常收惠的一个储取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从电线电缆 其实很多电线电缆他也有做一些储能的一个设备 所以说他都是相对上来讲话都是一个 整个族群就持续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OK好 所以储能是不管从发电然后到配电 然后到最后用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错 所以接下来整个的电力概念股储能 绝对不会缺席 绝对不会缺席 其实基本上来讲话 当然你说拿到政府订单来讲 像华城中兴电东元市电大雅 其实这些都是有拿到台电的一个订单 所以他都有个台电强热电网的一个题材 但是他除了做强热电网 他为什么还能够这样 其实他都有在做其他东西 很多都有关于充电桩 有没有 有充电桩 那东元是太阳的跟大型风力车 它就是再生能源 那松心电它是一个轻能成长的一个部分 这也是发电 然后像试电这部分 它也是有切入充电桩 然后大雅这部分来讲话 它是切入各种智慧化的一个开关 还有变电锁设备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几些 这些个我都 这是最近涨最凶的 那为什么今天大雅会特别强 其实大雅会特别强原因是在于说 其实之前外置是卖 这20天重庆起来是卖 但是其实这3天它是卖 所以它现在开始在回补了 对 我个人是认为 它这些买很多的 它没有继续买了 但是这个之前它卖的它买了 所以说你看到之前它卖很多是什么 华欣它也卖很多 大同它之前也卖很多 但是你看到华欣最近 才刚股价整个才刚占回月线 其实这就有变成说 它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回补的一个力道 好那我们来看 最近如果这个题材这么的热的话 反而会先回补哪一个 我们先看大雅 大雅设计中 相对股价比较便宜 对你看大雅之前其实没有涨很多 对不对 你看华城什么都喷出去 但是你看 它最近才开始转卖为 它之前卖了一阵子 最近有在买所以股价才第一天去做的突破 今天这个突破算不算数以量来说 我认为OK 我认为因为它算是之前整理 它都是量缩在整理 然后今天一出量就供上去了 所以我认为大雅这部分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重新转强的 是可以留意的 空手的人怎么卡大雅的位置 空手的话我认为 明天如果有稍微量缩拉尔 就可以去布局 量缩拉尔 对因为它这还没有说过热 所以说量缩拉尔就可以去做布局 或者说像一六云有华新 华新来讲的话它是股价低的 你看 哇 有没有这是不是很低大 对 她又准备打出打二迪 她等站上这边的颈线压力就完成 应该明天如果有机会再去突破 今天的高点的话 她就完成这个WD整理的形态 那她之前外资卖了一堆之后 这边呢就有机会去做回补 大同我看一下 大同因为上个礼拜大家还期待说 它有没有这个题材之外 还有集团的作帐行情 连续三天都不甘其осс 它這一波其實算已經漲蠻多 因為它之前也是歷經了很久的打底 才去做個突破 其實這個已經 因為它法人充滿 並沒有說很明顯的回來啦 所以大同來講的話 短線在急掌情況 我覺得這個要切入 至少也要去看時日線 要看時日線能不能收穩 如果回撤時日線 在那邊拉出個下引線收穩的話 那時候再去做接入 我覺得是會比較安全 因為其實大同來講的話 它也切入蠻多 那個重電跟行能源的一個部分 這個也是它未來營收成長的動能 OK好在剛剛那個脈絡當中 有了發電然後配電 然後要把電除下來除能 最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要怎麼樣可以維持它的電力不斷電 其實在不斷電來講的話 其實是在去年常常發生停電的時候 大家就會需要這種不斷電系統 為什麼不斷電系統裡面的蓄存 能夠到兩人勤勾 為什麼常常到兩千塊 原因就是在於說 其實各家廠商跟企業來講的話 越來越重視這一塊 越來越重視這一塊 那所以說你在停電的時候 你才會有一個電腦才有應急的時間 要不然例如說好 我有在做一些程式交易的話 一停電我掛了 電腦就掛了 所以這樣就是變成說 影響你這個交易部分 那對於企業來講 當然會影響更大 生產等等會影響更大 所以說這個不斷電系統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產業趨勢 持續往上走的一個產業 要不然它不會有一個千金股王的出現 而且兩千多塊 所以可以看到說 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像碩天像銀鎮 他們都有一定的漲幅 我們來看到這兩千塊錢 一張股票要兩百萬 就是追不起也不敢追 相對比較低價 銀鎮的題材在哪裡 銀鎮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是一個不斷電系統 佔它34% 只是說它主要是一個代工的部分 它主要是一個代工的部分 續準為什麼會那麼高 因為它是自己的 對然後它是代工部分 當然毛利上來講 稍微就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從以股價上來看的話 其實它漲幅並沒有說非常大 我們來看一下銀鎮 監修58% 你看它也是經過整理才轉強 有沒有 所以說這個短線上沒有急漲 短線上還沒有過 而且你看外資有沒有 買了那麼久囉 它是從三月份一路買到現在 沒有說每天買 但是基本上都是買多於買 所以說這個外資算是蠻積極 在切入銀鎮的一個籌碼的部分 那股價上也是剛突破 還沒有過了的話 所以說整個如果說 重電這些短線真的漲很多 那回過頭來 你可以看這個不斷電系統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最近股價上 應該有表現空間 是好 謝謝建峰 請先回座了 今天又幫大家上了一課了 更完整的邏輯 知道說電力概念股最近很夯 但不要亂買 整個的邏輯 從發電到配電到接下來 怎麼樣能夠不斷電 各股的題材操作策略 給我給您做參考 好 接下來要談一談AII AI在今天有一些NB族群 稍稍休息了 台積電也休息了 但是人氣未散 最近很多人投資問說 帶動了半導體族群 而且最近看到這些半導體 股東會派發的股息也不錯 有機會熱門AI題材 以及高股息我都要嗎 護國群山可以當收益靠山嗎 休息一下ETF怎麼選 一堂告訴你 和那時做出的 通常只要上班 數水 為連絕 dipping 如果萬一旦 損但cios只有 上班 也當然 感谢观看